当播NBA篮球快讯 星期五早早NBA常规赛继续进行 届时热火将作客黄锋 另外直播会有本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黄锋最近迎来低潮 加上他们近年面对热火输多赢少 黄锋这场主场淪陷在职 自1月31日起 黄锋在9场常规赛之中 只在与南部队活塞身上拿过一场22分的大胜 其中更加遭遇了球队赛季最长的六连败 球队近况之差可见一班 的确需要承认拉米劳波尔的发挥出色 他今季军场能够交出20.2加7.1加7.4的数据 但一句到尾他带队能力实属有限 即使还有米尔斯·布里哲斯和路歇亚军场交出19加得分的好表现 也武力令黄锋战绩变得更好 与此同时 球队除了上述人员和奥比利之外 不计相原意 夏和特 可以给到球队火力支持的同样有限 换言之球队阵容深度比较欠缺 其中上季表现不错的保罗华盛顿今季军场各项数据都出现下滑迹象 以上种种就是黄锋现在胜率还未达五成的原因 考虑到这次对手是东岸前列的热火 黄锋即使助阵主场也胜算渺茫 阵容方面 还有前锋J 麦丹尼斯和高迪马田相决 目前东岸前四之争比较激烈 彼此之间胜场差比较少 身处其中的热火自然讲明了自身硬实力属于东岸顶尖 这个从63.8%的胜率同样都可以看出 与黄锋近况完全不同的是 热火最近曾经拿过一波五连胜 其中就包括这次对手黄锋 而这个已经是他们赛季第三次拿到五连胜战绩 值得一提的是 最近这波五连胜中 内线核心艾迪拜约表现出色 他军场能够交出21.4分外加10.8个蓝板的两双数据 得分比起赛季平均值有所上升 不难看出他近期状态非常出色 另外热火外线核心罗利虽然近期在得分方面有所欠缺 但并不能够忽略他在串联方面的贡献 今季军场八次助攻足以证明一切 除此之外热火目前处于作客四连胜之中 球队最近作客状态同样不错 同时他们最近三次常规赛面对黄锋大获全胜 其中军场净胜分甚至高达14.3分 有见及此热火这次辉军赢面大 阵容方面前锋马杰夫摩利士和后卫泰来希露等人因伤眷勤 好 好